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的,在我这边的最后一篇文章 OK,好,叫做Fortune Telling 那我们都叫做Fortune Telling就是算命啦 OK,而且呢,在它的提示里面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题目出的 不是我爱批评 这个题目出的这样 实在是有点太模糊了 你只有写Fortune Telling 到底要人家讲什么 不过反正它大概想说它有提示 所以它就在提示里面把它讲清楚 好,那其实我想它里面 它这个已经帮你规定很清楚 第一段要写什么,第二段要写什么 好,那重点就在于什么 Yeah, your vocabulary, right 好,就是你要有足够的 你会的那些单字 OK,好,来叙述 你所知道的一些算命的方式 OK,不过我看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没有太大的问题 比如说看首相 你也知道说要讲说是 Read someone's palm OK,不会呢 像有的人用see啊 或者是look啊 什么之类的 你知道是要用read OK,好,那好比说呢 这个星座 你也知道说所谓的黄道 Zodiac 所谓的黄道十二宫那些呢 那些所谓的什么星座 Zodiac signs 或者是占星术 我们叫做astrology OK,好,像这些的 我觉得你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文章的话 因为它比较稍微 比较稍微 嗯,怎么讲 就是说不是很一般 OK,因为你要知道一些 所谓的 你算命的方式 英文要怎么说 OK,那这个呢 当然有来于说呢 平常要多看一些英文 OK,那我觉得还蛮惊讶的 就是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这些字啊 是不是有先去查字典 OK,那这样也是很认真 因为查了字典以后呢 然后再把它写到文章里面去 其实也是很好的学习哦 OK,好 Anyway 那就是 嗯,反正它都已经段落 帮你决定好了嘛 要写什么 那你只要呢 呃,把这些东西呢 写进去啊 那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好 不过呢 呃,这个可能不只是你的问题 也是很多很多同学的问题 就是 他说在第二段中请说说你自己是否相信算命 以及你认为算命有哪些优缺点 这个地方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说我们的同学常常有时候 不太喜欢讲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有时候呢 讲自己的想法呢 就是轻描淡写 轻轻带过 OK,但是呢 这个呢 在这个老外来讲的话 其实是蛮重要的 他们会认为说呢 自己的想法 然后呢 你跟人家讨论 OK,当然不是说要去坚持自己的想法 而是说你只能 总要自己 自己要先形成自己的想法 因为那样才表示说 你是有意识的 去思考这样子 OK,这个很重要 否则的话你自己呢 没有你自己的想法 然后呢 就是 呃,比如说 包装茶室上面啊 东厅厅啊 西厅厅啊 然后拼拼臭臭 这样子的话 其实 呃,你没有办法跟别人讨论嘛 对不对 OK,好 所以呢 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呢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可以把它表达出来 这个非常重要 OK,所以呢 呃,反映在作文上面的话呢 也就是说 他这边说 说说你自己是否相信算命 以及你认为算命有哪些优缺点 你认为人们是否该去找算命先生 然后呢 你要找一些实力来支持你的看法 所以就是说 第二段全部都是在讲你的想法 所以千万不要跳掉 OK,不要呢 又开始呢 讲一些非常general的东西 OK,然后呢 很容易就会变成说教 OK 好,千万不要这样子啊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跟别人的文章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OK 好,所以这个大概 这个不是只有你啦 很多同学都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再次提醒 OK 好,那呢 这个审题的部分 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好,那待会我们再来看文章的部分 OK So, Bye